远看像重泳 近看却别有冬天 这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林顺龙 所带来的全新地景艺术 宽敞的内部没有半根柱子 利用漂流木与透光板打造的三枝泳 坐落在武丰张学良故居附近 也成为武丰地区全新的亮点 林顺龙老师在家八个的我们文创的工作者 就是我们定神父的一个他们在整合的团队 特别在我们张其良文化园区 文创园区 这个叫做庸之 生之庸 在森林里面面积一公顷多 在这边上面就有工作室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了 把工作室 这个地方就是向张其良将军重申的一个意向 把文创带来永续经营 打造生之勇的艺术家林顺龙 近年来也在宝山与额美台山县附近 打造两个地景艺术 相遇国际的林顺龙 希望在台湾留下自己的作品 这次来到武丰 打造与自然融合的地景艺术 也未经过的旅客 以及在地居民 拨下艺术的种子 当初我们的规划的时候 希望是创造一个空间 让这边当地的小朋友 有一个活动的空间以外 有一个交流 跟艺术家的交流 或是可以在那边 可以有各种的活动 可以在那边产出 那生之庸的一个概念 是像一个雍的样子 那人家培育的意思 那我们用的很多的 大部分都是用的 我们的那个漂流木来处理 那我们就把自然的素材 放在自然的里面 我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搭的一个效果 外观相当强眼的三支涌 不仅好看 而且也很节能 外观包覆的透光板 不仅能增强光线照射 也能打开通风 欣赏雾峰的美景 未来更能成为 多用途的场所 给在地居民 最特别的活动空间 凯复新竹陈若怡红 采访报道